演员孙成元因吴正酒驾发生追尾事故后,逃逸被移交审判,在第二次公审中被要求判处有期徒刑4年,下次审判将在4月11日进行。 去年12月26日,凌晨4点20左右,孙某因涉嫌在首尔江南区辖欧停动吴正驾驶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,而被拘留起诉。 当时,孙某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为0.206%,属于吊销驾驾驾的水平,而且已于去年8月3日因其他饮酒事故于11月18日被吊销了驾驾。 此前,孙某在上月11日举行的保释请求审问上向法庭提出了保释要求,但是裁判部驳回了保释申请。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。